小朋友在海外升學中,如果真的中了新冠病毒,你們的醫療又保不保障? 受到保障的,因為這份升學保險,只要你在著學期間任何的意外和疾病,我們都是沒有限制的,所有的醫療費用都是受到保障的 如果真的回到確診呢? 海外升學保險回港覆診,90天內都是受到保障的 有家長問,現在的城市有機會因為疫情嚴重了,要禁止,有機會學校也會關閉 有沒有甚麼保障給受保人呢? 有的,我們AXA這份升學保有一個叫做學校停開的津貼和存放個人物品的保障 如果學校是強制停開三天以上,我們就會有一個津貼發貨給各位學生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存放個人物品,如果是因為學校要強制撤離 撤離的時候未必帶走學生的東西,我們就可以用這個賠償給你們 第三條問題,如果學生在海外遇到嚴重疾病或病情,要回來香港治療,可以嗎? 有的,我們AXA這份保險是包含24小時的緊急醫療運送的,所以是受到保障的 我們都要提醒大家,其實我們有一個24小時的緊急,全球緊急支援熱線 萬一有事的時候,麻煩大家要先找我們 我們就直接聯絡這個24小時的緊急熱線,然後再安排 當然,運不運送回來香港,就真的要看我們到時的醫生顧問怎樣安排 這一個是我們有的權利 另外,第四條問題,就是有學生家長問我 他的小朋友就在美國讀書,美國最近就說不可以直飛香港 他的安排就變成這樣,在美國就去杜拜 杜拜就逗留幾天,然後再轉機回來香港 那麼這段旅程這樣轉來轉去,又保不保障呢? 有的,其實我剛才也有提到,我們是有旅程點對點的保障 只要你是由香港出發去你留學的國家,又或者由留學國家回來香港 無論你中途是轉機,或者停留幾多國家,都是整個旅程受到保障的 非常好,我想告訴你,這個家長是幾點問我 深夜12點多,大家的時間是反轉過,有時差的 如果沒有我們這麼貼心的服務,其實沒有人可以回答你 所以千萬不要在網上或銀行購買保障 你要自己去做理陪啊,自己去安排啊,有我們 你們安心、放心一點呢? 一條問題就是,那個客人,他本身有買海外星學保的 但是那個小朋友仍然在英國讀書 那麼他的份單就是到期了 哇,份單這麼正的,你們公司有好好的保障 我想轉過來又行不行呢? 當然可以了,只要家長在香港,而學生會繼續在海外留學的 我們Excel的保障都可以無縫銜接 嗯,真是很好啊,即是可以轉過來我們 那又過來我們到投保,有沒有一些優惠給大家? 有啊,現在只要是10月前投保,我們都會有9折的優惠 而且都會送回一個萬用窩給大家 哇,即是省了餐飯,就是拿去儲價的基金 好啦,那我們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呢,記得啦,如果你們想有相關的問題 可以在樓下發訊息給我們 那我們再解答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點這個海外星學保障 麻煩你WhatsApp我們,找我們聊聊,對吧? 找什麼啦,找我啦,我們團隊可以幫你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下次見,拜拜! 拜拜!